不谈恋爱不结婚成为中国年轻人常态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单身人口比例十年飙升一倍 从2010年到2020年单身户口来到1.25亿 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十年来增加超过6000户 暴增1.15倍 揭开中国社会的单身危机 中国迎来单身潮单身人口持续增加 结婚年龄也是年年上修 2010年平均约24岁 2020年平均约28岁 十年增加3.78岁 单身户增加中国新生儿人口却大幅降低 数据显示尽管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还是救不了低迷的生育率 2021年当年出生人口剩下一千万 年轻人不生小孩 中国专家分析背后原因 直指疫情之下受到清零政策影响 已经让经济婚姻生育跟着清零 中国学者也点出四大原因 除了整体人口大减 年轻人晚结婚社会发展也影响生育意愿 再加上疫情持续压抑部分生育需求 面对高房价高物价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 更多分析认为中国持续推动生育政策 如今产生恶果 从1980年一台政策上路 中国人口大幅下降 直到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但出生率年年递减 2022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一大动力 也就是庞大的人口红利面临最大挑战 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承重负担 让中国内部涌现不安情绪 中国年轻人单身不婚 甚至出现恐婚现象 不少中国网友异口同声 直呼结婚经济成本太高 根本吃不消 同时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已经形成巨大的矛盾和安全隐忧 谢谢李月琪整理报导